哈喽大家好 这个频道主要是向一些福音朋友们分享我们信仰生活 我是小润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到教会七年了 而在这七年之间 我收获了什么让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社群生活的时代 那什么是社群生活呢 就好像我们在武林外传看到的那样 一大群人可能没有血缘关系 只是机缘巧合的碰在一起 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我们这是一群朋友 而不是一个两个三个的朋友 那我从上大学期间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我没有社群生活 因为本该拥有社群生活的 比如说邻居啊 亲戚啊 在我上了大学之后 都没有和我在同一个社区里 所以我们经常也见不到面 再者我们未必能跟亲戚朋友 能够有一个友好并且亲密的关系 我是在大学三年级中信主的 在接触福音之前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应该去哪里寻找稳定并且亲密的群体关系呢 在上大学以前 我们上中小学期中 我们与所有的同班同学都是每天都要见面 一起上课 一起学习 一起吐槽老师 我们在学生生涯 大部分学习的时光 都是与同班同学一起完成的 所以我们上大学之前 是非常容易有一个本定并且亲密的关系群体的 但是在上大学之后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比如说我上大学的同学 我们可能一个星期就见面一次 因为我们共同上的课只有那一门课 一星期上一次 所以这样的频率不足以让我们产生亲密的关系 那社友呢 社友只是老师随机分配的名单 他并不能保证我们的价值观或者兴趣爱好是一样的 所以我很难和社友老师亲密的关系 那社团的同学呢 也许我们有一些兴趣爱好 但是我们经常会因为毕业啊 或者升到高年级就很难去彼此再见面了 所以我发现人是很难拥有一个冷定并且亲密的团体的 当时我就在想 好像人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们应该拥有稳定而亲密的社交关系 哈佛大学心理学研究说 人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拥有稳定并且亲密的关系 虽然说这话指的是婚姻类的生活 但是我相信各位一定有感受 就是群体关系非常的重要 我和我周围的朋友都很羡慕像喜剧《武林外传》 或者像韩剧《1988》那样亲密的群体关系 在现实中我发现维持一个稳定并且亲密的大群体关系 是非常费劲的 比如说你可以交钱去一个富人俱乐部 那这个富人俱乐部你就可以定期的举办一些活动 比如说高尔夫呀 吃餐呢 但是这是对于穷学生的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要不我发现那些情商比较高的同学总是很容易得到一些亲密又有趣的群体 但是这又对于情商比较低的我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 而我就在想那如果我很穷情商又很低 难道我就要失去得到亲密且稳定的关系群体的资格了吗 我心中一直有个这样的需求 后来我认识一个打网球的朋友 他去澳大利亚当交换生的时候信了耶稣 等到他回国后就把我介绍到教会里 我也就是抱着好奇的心里去看看 哎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刚开始去教会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社团呢 大家在一起吃喝玩乐聊天呀 做游戏呀 分享自己的生活 原来团契 我所处的社团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团契里的人是会有意识的关心你的生活 对比到我以前的社团生活 也就是说我关心你一下 也许你才关心我一下 我帮助你一下 你才会帮助我一下 大家都本着不欠你人情的态度 去做这件事情 没有人说 哦我没有事情做我来关心你 或者说你没有对我做过任何事情 我来关心你 这几乎在其他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而教会的人 他会主动关心你 哪怕你从来不认识这个人 他是谁 而且他们会关心你的 都是真正你生活上 情感上 心理上需要的问题 比如说你的羞耻啊 你的骄傲啊 你的孤独啊 甚至你的梦想啊 都会关心你 在当时的我看来 这世界就是一个大家各过各的日子 谁能管得到你呢 谁能管得到我呢 所以我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独来独往 这也称得上一种习得性无助了 因为我觉得没有人有义务关心我 而我也没有责任去关心任何人 也许我和一些朋友们经常能 大家一起吃喝玩乐 但是大家都会不约而同 会孤独 会对未来很迷茫 自卑 认不清自己是谁 当一个人自己活得稀里糊涂的时候 又能帮助到谁呢 那即便是自己的父母 父母也没有活很通透的一生 他拿什么来教我呢 老师呢 同样如此 所以 谁来教我 如何过好这一生呢 如果没有互相的帮助 安慰 扶持 鼓励和关心亲密的关系 互相信任的关系 又从何而来呢 谁知道什么叫做正确的安慰呢 是给对方灌心领鸡汤吗 当对方放纵的时候 我又应该如何劝导呢 谁知道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对的 我是否有责任能力去承担 如果我告诉别人的是错的呢 和我在教会里就不一样了 因为有一些辅导们 他们是专门来关心学生的 他们会基于有真理上的安慰 鼓励 让我觉得既有帮助 又在心情上得到了安慰 比如说我跟我社友闹不愉快的时候 辅导和弟兄姐妹们 就会为我一起祷告 帮助我基于圣经的真理 来理清楚我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而鼓励我主动与社友认错 道歉 我们去和睦和好 我和我社友在毕业多年后 仍然保持一个很友好的关系 那当时在大学的我都对人生有一些迷茫 也许有一些梦想 不知道是否能实现 也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是否够 那大家就会一起与我祷告 寻求未来神代理的方向 让我去帮助我装备自己 不浪费自己的生命 而且我还印象很深刻的是 在教会里的生活 尤其是到生日和节假日 因为我们当年上大学 大部分人都是远离家乡 没有自己的亲人 为自己庆祝生日或节假日 所以教会里的学生团契 经常会组织一些活动 在节假日的时候 让我们觉得 我们在这里是有家的 我们一起会庆祝这些节日 我印象很深刻 尤其是生日的时候 以前我觉得自己过生日 就是要收礼物 请客请别人吃饭 而且我会觉得 如果有人没有记得我的生日 我会非常自卑敏感 好像觉得我很不重要 但是我在教会里 每一年每个人的生日 大家都会来一起庆祝 尤其是有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大家一起会为 过生日的人做祝福祷告 这完全和我之前接触到的 而过生日就只是请客 吃饭收礼物 是完全不一样的祝福 祂的祝福是在神里面 是关乎一生的 祂是真正有人关心你的 而不是只是一个大家聚起来 能吃喝玩乐的日子了 那我后来到了美国之后 美国教会的生活 人人让我在异国他乡里面 有一个家 教会的辅导 他们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 会为我提供各式各样 适应美国生活的帮助 那小到生活习惯 大到法律问题 那教会更扮演了一个家的角色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聚会 并且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节假日 还是美国的节假日 大家都会在一起庆祝 不会让我觉得 我在美国是在异国他乡 孤苦伶仃 因着同一个信仰 我们会在一起更多了解 我们内心的世界 在美国 我觉得绝对不缺优秀的人 很多留学生 会在美国取得一个出色 并且优秀的成绩 或者说毕业找到一份 不错的职业 不错的薪水 留在美国 但这些人中 仍然很多人是 非常的孤独迷茫 那个时候我就会 更大庆幸 我拥有一个教会生活 我在异国他乡 拥有一个家 甚至比自己的亲人 还更亲密的关系 尤其是疫情期间 大家不能随便 远见面 但是世界停摆了 教会却不停摆 我们还会继续的 一起聚餐呀 聊天呀 一起出门 嗨听呀 我会觉得 也许世界停了 我的内心成长 并没有停止 圣经上说 我们是世界的客旅 我们是寄居的 这句话教导我们 不要留恋地上的世界 毕竟这一切终将过去 但人的心理学告诉我 人是需要归属感 安全感 稳定感 所以人会在地上 不停地寻求 各种各样 能够接纳自己 给自己稳定 亲密的关系和生活 也许是被人认可 也许是不断地提高自己 寻求被接纳 但是当我拥有了 稳定的教会生活之后 我就明白 无论人在哪里 地上都有神的家 地上都有教会 这样有一个天然的 不需要任何门槛 就可以给我一个 稳定并且亲密的 关系群体 因为我们拥有 同一个信仰 能够去被安慰 接纳和鼓励 所以更加能够 让我拥有 不去讨好别人的勇气 我也更加有勇气 能活出 神造我本来的样子 好了 这就是我分享 我在教会七年中拥有的稳定 并且亲密的关系 朋友们 不知道这篇是否对你有过影响呢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